好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美中的一些外交 感觉上面又要重启了 现在大陆跟这个美国 又有一个新的协议 就是说这个大熊猫 又要再去到美国了 我们看看这个毛宁提到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受世界各国喜爱 现在中国已经跟美国的 圣地雅各动物园签署了协议 那协议的核心就是 又有新一轮的大熊猫保护合作 又有新的熊猫要去到美国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中国大陆 他其实每次派熊猫 都是一种魅力外交 人家也解读 这个说看起来 这个路透社说的 标志着中美两大国之间 外交关系的一些改善 但是呢前两天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布林肯 在面对到这个 这公众场合这样的一个访谈的时候 他有提到说 这个盟友们呢 如果不上餐桌就上菜单 那现在环石也回应了这件事情 他说这是赤裸裸的 这个刀足鱼肉的一个论述 其他国家不站在中美之间 选边的话就会上菜单 这实在是太赤裸裸的 零和博弈跟霸权制上的思维 这个布林肯是失言又失态 所以中国对于这样的一个讲法 也是不以为然 换句话说 感觉上一方面有熊猫和缓了一些做法 但是布林肯这样子赤裸裸的一种语言 恐怕这个中国大陆还是听不太下去了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灰达的市值现在飙升到2000亿美元 黄润勋就讲了 这个接下来他们会推出一个最新版本的晶片 来交给中国大陆的客户 立抗这个美国晶片出口的限制 等于说在他的这个重重限制之下 又适度了削减部分的运算性能 然后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管制前提 然后来卖给中国大陆 他也提到 他说现在AI人工智慧的发展 已经到了临界点 NVIDIA的营收爆充到265% 全球对于AI的需求都在激增 而且他认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呢 竟然是华为 这是他在文件当中首次认定 华为是他AI晶片的最大对手 路透社就报道了 现在挥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当中 已经把华为认定为接下来 AI人工晶片多个类别的最大竞争对手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AI晶片上面的实力 已经足以撼动这个AI巨头 这个挥达 让他们产生说 感觉已经看到了竞争对手 就是他了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美国不是前一阵子一直 我们都有台湾一些媒体啊 或是外媒在讲说 哇美国现在有五艘航母要威慑中国 哎转眼剩下一艘 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西方媒体三天前才大肆渲染说 哇齐聚西太平洋向中国大陆示威哦 相当于现在现役11艘就有一半在这边哦 那结果转眼过了没几天 现在只剩下罗斯福号 根据这个卫星影像 罗斯福号正在菲律宾这边 那也是目前在西太平洋唯一的一艘航母 因为卡尔文森号在2月19就 驶离珍珠港返回美国 雷根号也还在日本的横须赫港维护 林肯号在2月16号已经重返到这个母港圣地雅阁 也就是说现在都走空啦 只剩下一艘就像是之前他们讲的 要嘛是交接班要嘛是擦身而过 但是他们就是在那个moment要讲说 哇五艘齐聚在这边 有点标题党骗人的感觉 那我们看看现在拜登啊 积极要竞选连任 但是呢 怎么又差一点又要摔倒了 我们来看看 然后啊又差一点要摔倒了 所以人家网路上面在那边讲说 别为难他了吧 这个量呛差点又跌倒了 所以网友在讲说 那是不是就像我们画面右边这样示意啊 就以后这个空军一号加装升降梯 这才暖心嘛 这个为老人家多想一步嘛 不要让他每次都被媒体拍到 这种亮呛的画面 这样子不好 好我们来问一下 亮哥怎么看 现在中美关系到底是好了吗 这个熊猫外交算是回温了吗 熊猫这个顶多只能说是公关外交啦 布林肯讲那个话 实际上是有深意的 他说你如果不在餐桌上就准备进入菜单嘛 就被人家吃的意思 实际上他就是要逼欧洲重要的盟邦要站队 因为最近这个冯德莱恩想要争取北约的秘书长 那有众多争议啊 大家都知道啊 比如说德国肖茲就反对啊 那我估计马克龙也不会赞成啊 那冯德莱恩又退而求其 是说执委会主席我可不可以再连任啊 那恐怕欧洲内部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啊 这么想当官 那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 他一面倒支持以色列 真的得罪很多人 那欧洲人认为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们跟美国不一样啊 所以我认为布林肯这个是有深意的啦 就说你能没有北约吗 你俄罗斯眼看就要来打你啦 或者是说中国的这个战略威胁越来越严重啊 离你家越来越近啊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冷战的论述啦 就说你们没有选择啦 必须站队啦 那你可以看到他跟王毅 知道他们两个是刀光剑影 王毅这次的欧洲行也是非常针对性的 我讲白了 他去慕尼黑安全会议讲说 中国是稳定的力量 他也在暗指美国是一个不稳定的力量啊 然后他去访问法国跟西班牙 刚好这两国都是欧洲 比较有独立自主性的国家 所以事实上就是在较劲啦 所以你不要以为布林肯这个是随便讲讲 不是的 他就是要搞新冷战啦 那只是说他会成功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因为 接下来就要见真章了啦 比如说 北约秘書长是谁 那目前看起来最可能的是荷兰首相 宇特 或者是 也有人说另外一位啦 说那个北约高峰会主席 那个 Michelle要不要下来学 那如果是那一位 那是比利时的首相 所以两位都是小国嘛 那小国就 比较不会卷入冲突这样啊 我认为很可能欧洲会走向这样的路啦 就说让 吕特兰跟Michelle来做这种位置啦 比如说 宏特兰你就离开吧 你不要做了 严重怀疑你是美国的卧底啊 那让Michelle来接 职委会主席啦 然后北约秘書长让荷兰来接 这个我认为可能是法国跟德国 希望的布局啦 现在真的有点在角力啦 所以布林肯事实上 这有玄外之音啊 说实在啦 是针对他欧洲的盟国 他大概也有一个意思就是 你看人家日本韩国多站队啊 多听话 多听话呀 对不对 日本韩国 这个队伍站得很准确啊 那你们欧洲人怎么离心离德啦 那美国最近也在吓欧洲人啊 说 俄罗斯 阿法迪夫卡兰 接下来就要打你们欧洲啦 所以大家要团结啊 也有这个味道啦 那看起来这个俄罗斯好像更加的笃定 乌克兰更加的不确定了 所以拜登是不是也急了哦 竟然脱口来骂普丁 说疯狂的王叉蛋 竟然骂到那么凶哦 那克工也很生气说 这个是在贬低啊 他说 他说普京是一个疯狂的王叉蛋 所以我们无法停止担心 会不会有核冲突 在募款餐会上面竟然爆出这样的粗口 克工讲说啊 拜登此举贬低了 美国本身 与使用这个词汇的人 拜登拙劣的想要像个好莱坞的电影牛仔哦 所以常常这个 这个美国跟俄罗斯之间 彼此酸来酸去 那连普京送金正恩 国产豪华轿车啊 国务院也要酸说 哎呦都不知道俄罗斯有豪车呢 这样子 开酸哦 米勒也这么酸啊 他说我都不知道俄罗斯有豪车这种东西哦 还说希望金正恩有延长保固呢 我不确定哦 如果我要买豪车的话 还暗地除掉了很多这个反对者跟背叛者哦 呃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普京在这个前线打出战果之后 频频公开露面 因为三月份好像俄罗斯就要再进行这个投票选举了嘛 所以现在看起来他已经好像胜券在握 还亲自驾了图160M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哦 飞行了30分钟 呃感觉上面好像是要提醒西方忌惮一下俄罗斯的核力量 那再来我们看到德国的媒体也要在这时候做一些文章嘛 他说中国大陆成了俄乌战争的最大赢家哦 西方企业呃陆续撤出俄罗斯之后 留下巨大的市场空缺 正在被中国人所填补 其实我们听起来蛮奇怪的因为第一时间他们讲说 啊这个俄罗斯的市场啊就是什么经济很惨啊 多烂多烂啊我们那时候看到报道都是这样子哦 那也没有说这个市场巨大的市场好像值得去填补那种感受 现在反过来啦他们发现哎不是哦 好像这个状况跟他们当时讲的不同又要开栓 那我们看这个阿富迪夫卡失守感觉上面 美国前防长讲说这是一个警讯 代表俄罗斯已经打破了俄乌战的僵局 那现在只剩下10%的欧洲人相信乌克兰会获胜哦 因为呃看起来乌克兰从一开始信誓旦旦的讲说啊会获得胜利哦 那时候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泽伦斯基有这样子喊话 而且还几度说要反攻嘛 但是后来这个2024年初看起来他这个反攻已经是失败了 这即将两周年美国的媒体讲说因为看起来这个战场的局势哦 已经控制了这个包含乌东盾内刺客以西大概5公里的小村庄这个波贝达 但是乌克兰是反驳啦就说没有我们现在还正在阻挡俄罗斯这些敌军哦 或者是要来接受这个妥协的协议承认失败面对这个俄罗斯的羞辱吗 这个是这个法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哦 所以看起来欧洲的确嗯现在面临到一个关卡跟抉择 那现在德国的经济也是统整了一下损失200亿欧元哦 因为他们的能源成本大幅的上升 天然气也好或是这个北溪被剪断的这个原因 2000亿欧元嘛所以他这个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呃整体来说这搞不好是低估 他们总成本可能会比起这个2000亿欧元的数字来的高更多 远远超过嗯对那我们看这米尔斯海默当时在俄乌战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曾经放过 他当时在这个俄乌战很久之前他就有预测哦就是有讲一番话 就说北极熊你去戳他眼睛他怎么可能不反击 他那时候那一番话我们也拿出来播放过 他现在又在讲他说现在很明显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是完全失败了 制裁的措施呢被认为是对抗俄罗斯的制胜武器 但是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运作很良好哦 所以看起来并没有制裁成功 那美国媒体也在讲说 这其实哦不光是俄罗斯经济好 美国也是发大财啊 因为美国借着俄乌冲突之后呢 他们的国防跟航天领域的工业产值哦 比起俄乌战以来增加了17% 美国官员也提到了 就是有950亿美元追加的国防预算案当中 有607亿是被指定用于乌克兰 而这607亿当中又有64% 实际上是可以回流到美国自己的国防工业 也就是那些军工复合体啊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即将两周年的俄乌战 这个俄乌战争因为阿富提夫卡刚打完嘛 那我觉得2月24号就是满两周年嘛 那普京应该会在3月确定连任之后 才会有比较新的大的攻势 不过阿富提夫卡这个作为 对那之客最大的堡垒城市被打下来 我认为欧洲基本上已经认为没有机会挽回了 而且他这个阿富提夫卡的撤军刚好发生在2月17号 就是慕尼黑安全会议举行的期间 所以你不觉得欧洲人心有点乱吗 对 就看不到焦点这样 事实上这个DW说 中国是俄乌战争最大赢家 如果从纯经济来讲 美国是最大赢家 可是你如果说纯战略来讲 那中国是最大赢家 因为你把俄罗斯打到跟中国背靠背 那因为美欧日本韩国都不能够跟俄罗斯做一些生意 那当然就是中国填补这还用说吗 最明显就是华为 还有手机还有汽车 这是最明显的 可是美国事实上是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 这个不是军火 实际上最主要的是欧洲的钱大量流到美国 这个钱如果包括投资的资金跟投资实体经济的 可能超过两兆美元 所以美国去年的经济大好 比预期还要好 欧战争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贡献 尤其是美国的股市 实际上欧洲的钱一定跑到美国 这还用说吗 然后最近华尔街日报 他突然变得诚实老实数 你知道吗 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好大的文章 说俄欧战争最大的获利者就是美国 然后他也列出很多统计数字 比如说德国对外的投资 第一名就是美国第二名是中国 他就非常明显的获利 为什么 因为德国的能源成本暴增 那使得他的制造业的全球经济力变弱 这还用说吗 所以最惨的当然是乌克兰 第二倒霉的就是欧洲 尤其是德国 所以德国现在搞到政党体系乱七八糟 下面有一个党 我刚刚看最新德国政党的民调 基民党31 第二名竟然是极右翼 极右翼19% 结果社会民主党只有14% 你想一想 这搞成什么样的德国政治 各国的外交部长齐聚 还有各国的安全的人员跟高层 都在这里会面 而中国的外长王毅 也会见了乌克兰的外长 两个人谈了很多方面 那当然因为现在乌克兰还在打仗 那中方也感谢乌克兰在这个紧急状况之下 帮中国大陆的人员安全的撤离 而另外他强调三步 王毅说他在这场战争里头不会火上加油 也不会借机拿到渔翁之力 更不会向冲突地区或冲突方出售致命性的武器 亦有所指 那另外他也强调了建设性 他希望赶快把战争给结束 重建和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讲出了中国大陆他的立场 希望能够和平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王毅在强调建设性作用前面还加上了独特 那意味着他当然把自己的国家 是这个抬高到跟西方无法替代的位置 必须讲俄罗斯跟他的关系很好 乌克兰跟他的关系也很好 以中国大陆来说 他两边都有保持友好的交往 所以呢这也是中国大陆独特之处 这是中国大陆外交最成功的地方 某种程度来讲是这样 那两国也握手 那边握手边交谈 这是我们看到王毅跟乌克兰的外长的见面 的这个过程 而另外我们看到呢 中国是不是也在这场会议里头 借机拉拢欧洲的这一些国家领袖和领导人呢 包括您看到前一阵子川普 他在南卡这里进行选举的相关的宣传的时候呢 他有讲到一些话 其实某种程度在酸欧盟 他说欧盟啊 你们包括这个北约 你们这些盟邦你们的军事支出 都不到你们GDP的两他 那我们干嘛还要保护你呢 他讲这样的话 某种程度呢 让王毅捡到枪 他呼吁欧洲跟中国大陆 携手共同克服全球的议题啊 借机把欧洲的这些国家给拉拢过来啊 所以欧洲的智库就说 中国的目的是把美国形容为不可靠的伙伴啊 借此拉近于欧洲的距离 恐怕这也是一招好奇 因为中美的竞逐是方方面面的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王毅也会见了西班牙的外长 包括中国过去 有对西班牙的牛肉 进行进口禁令 现在也取消了哦 因为这个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没有一个国家会忽略他 而加拿大 因为过去呢 作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有一度也不是很好 王毅也继续向中国 向加拿大释出了橄榄枝 这是中国大陆在外交上面的布局 还有一些重大的举措 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呢 加拿大的外长赵美兰 也跟他提到了红海的问题 他们敦促中国 希望可以维护红海的安全 因为现在红海啊 这个航运往来的船只呢 有很大的危险 那这个强调说 符合中国作为出口国的利益 你应该也要尽一份力啊 拉住伊朗啊 或者是对这些国家来施压啊 那英国人其实在这场红海危机里头 也受到了一些利益的损伤 包括大家知道 英国人很喜欢喝红茶 可是这些红茶的供应 现在有短缺 因为他们会经过这个红海的航道 如果不经过红海的航道 他要转进南非的好旺角 那这个运送的时间 来大家看一下 蓝色的是一条 你等于绕道而行 就要增加10到14天 增加两个礼拜啊 所以运费也增加了 那市面上的红茶也短缺了 所以这个对英国人来说 也是凸显了这个红海安全的这个情势的重要性 另外呢 卡麦隆 他是英国的外相 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里头 也跟王毅提到了红海的情势 欧盟将会启动红海护航行动 暂定的期限是一年 从2月19号 今天就会开始 所以王毅在欧洲 在下一盘大棋吗 这是他在外交上面的初级 来请教两哥 怎么看 我觉得王毅就是在讲 在做那个毛泽东 他讲什么叫政治 政治就是 让你的朋友变多多的 让你的敌人变少少的 那敌人是只有一个 叫做美国嘛 所以你看他那个中国主场的演讲 他的主题就是 中国将扮演稳定的力量 他讲了一堆啊 什么我们会搞好大国关系的稳定啊 然后什么全球增长啊 还有各地区域冲突的稳定力量等等 那这个就在影射 美国是个不稳定的力量 因为他变来变去啊 你刚川普讲那个话 对不对 而且王毅还见了布林肯 还引用了刘备对刘产的遗兆啊 勿以恶小而为之啊 勿以善小而不为 刘产就是阿斗嘛 你就知道他的影射 说你们怎么都做一些小恶啊 小善你们也可以做啊 做点好事吧 这个事实上隐含着 中国对美国的抱怨 叫美国听人听得懂吗 回去他们一定听得懂 因为台湾就是有很多人 比我有我也是看到别人 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是三国演义第85回 就是刘备对刘产的遗兆 你不要都做一些坏的小事 小善事你都不做 小奸小恶 所以坦白讲 中国对美国是不满的 可是他不是去发作为到处在骂美国 他表现为是去交美国之外的所有的朋友 这个当然是高招啦 而且他用的 笼络西方国家大部分就是单方开放旅游 那另外一个就是增加农产品出口 这个对欧洲人来讲真的是很有用 尤其是增加农产品出口 那这个事实上对法国对西班牙都是这样 对像牛肉啊这些 而且他去今年又刚好是中国跟法国的旅游年 文化旅游年 事实上中国法国的贸易是很少的 不到1000亿啊 你去看看中国跟俄罗斯 才一年俄乌战争就飙到2400亿了 那中国跟德国的贸易也超过2000亿 所以他跟法国的贸易是有很大的增加空间 而且法国跟西班牙 就是对中国来讲 他认为他是比较能够从欧洲立场来想问题的 他比较敢于表达欧洲独立自主的意见 没有被美国给笼罩着 那因为德国是战败国嘛 有美军基地嘛 所以就被美国压着 那英国就不用讲了 所以拜访西班牙跟法国也有他的战略考虑 就是欧洲人你要勇敢一点 讲出你心里的话 勇敢 那中国支持欧洲人站起来 就是这个东西 那这欧洲人听起来当然也是很对口 就是这样 这是王毅他的外交出击 王仁勋现在身价暴涨 怎么说 这个半导体业史上第一家 灰达的市值已经破了两兆美元 那黄仁勋扣官的前二十大富豪 主要原因就是分析说 灰达的亮眼猜测带动了所谓的股价飙涨 2月23号的早盘股价以口气冲破八百美元大关 市值突破两兆美元 那华尔街分析师就指出他更喊出 一千四百美元的预期最高股价 甚至高盛集团的分析师呢 把灰达股票视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股票 哇看看真的是蛮重要的 那现在灰达的市值呢已经达到两兆 但分析又有分析师极喊 小心因为AI泡沫化 黄仁勋有七百亿的身家 但他心细的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怎么说呢 黄仁勋接受路透社的专访指出 回答已经把两款最新的AI晶片样本呢 提供给中国市场的客户 分析师也估计中国的AI晶片市场呢 价值达到了七十亿美金 那美元 那现在路透社也指出 回答在一份的报告中 交给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指出 直接把华为视为头号的竞争对手 那现在包括了美国的财经节目主持人呢 等于美国财经的名嘴呢 也推崇黄仁勋哦 他称赞他比马斯克更有远见 怎么说 他说马斯克看得出来是看到不远的未来 但黄仁勋想到的是把改变世界的样貌 把整个模式给传承下去 他说是两人不一样的地方 再来看到呢 现在包括了这个美国对中国 好像也有些其他的想法 现在美国的贸易代表公布 中国世贸组织的合规报告 那显示呢 中国人是国际贸易体系当中的最大挑战 这个是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呢 他直接讲说 这个中国加入WTO已经22年了 但仍采取国家指挥非市场经济的做法 违背WTO所展现的规范跟原则 另外包括了美国的财政部的副部长沃利 他也担心说 中国大陆向美国还有全球输出的过剩产量 怎么说 他说他并不担心中国的经济困境 会对美国带来多大的冲击 但是要担心的是什么 他担心的是 向美国以及全球输出的过剩产量 现在美国议员也处福斯汽车 说要撤出新疆 中国外交部回应说 这样子会损害美国利益 怎么说 他说美国的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自信给福斯汽车 要求停止在新疆的零件的业务 现在包括了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说 这个是反华势力为抹黑中国炮制出来的谎言 违反国际贸易原则 扰乱市场的正常秩序 最终反而是美国的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当中 现在宾市的CEO也说 他不会退出中国 甚至警告欧盟 主要原因说法是说 他加大任何对中国保护主义的力度 都会对欧洲这样的经济域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那么看到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品牌 比亚迪首艘的运输船出海 现在已经抵达了欧洲的港口 那欧洲的汽车市场是不是等于会变大 而且会变天呢 现在比亚迪首艘的汽车的滚轮运输船 拓荒者一号已经抵达了荷兰 那现在出海舰队已经守航成功 接下来这个拓荒者一号会按照计划 继续行驶到德国的港口 那现在包括了比亚迪在山东烟台的这些船厂 原定可以制定可以8艘 可以在7000多辆汽车的滚装船 造价将近了50亿元 那目标呢希望能够拓展海外市场 包括比亚迪的新能源车 已经涵盖了全球6大洲 70多个国家已经400多个城市 那现在包括了美国对冲基金的巨头 他就分析说看着比亚迪超过特斯拉令人心碎 他说中国有14亿的人口跟经济规模优势 随着比亚迪跟其他中国制造的商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全球电动车的行业竞争格局正在逐渐改变 这个变化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警醒 所以需要制定策略来对抗 这个中国廉价的电动车的挑战 话题回来先请教亮哥 怎么看这个黄仁勋身家 现在暴涨已经挥打市值 也冲破两兆美元了 甚至包括美国的名嘴都分析 他说他比马斯克还更有远见 我这个就跟那个当初网路革命 你第一波你就会开始有梦想 本梦比 现在在冲本梦比 这一波叫人工智能 那网路事实上第一波 2000年泡沫化 大家记得吧 那事实上比如说亚马逊 亚马逊之前 也有人做过网路百货公司 结果太早做都倒了 太早进场 所以就是你要各种条件都汇聚 那你就是会崛起 时机成熟 就是网路时代最后还是来了 可是人工智能时代 是不是会如愿 真的都会那么快就到 那我认为今年是属于做梦阶段 比如说我举例 比如说黄仁勋这个回答 就是NVIDIA NVIDIA现在他现在的营收 大概是600亿美元左右 可是他的市值是两兆美元 他的本益比是32 那你认为你现在在买会不会太高 这个就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 已经32了 那你要吹到50我也没意见 比如说特斯拉 特斯拉本益比曾经到64 那现在跌到哪边去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你说 那个投资银行等等都在吹 因为他们已经进场了 他们当然希望你再进场 把他炒高一点 所以当然都讲好消息 我讲白了就是这样 那你要不要现在进场 那你自己判断 我当然相信 人工智能时代还是会来 可是是不是这么快 那你自己要谨慎评估 比如说最近那个OpenAI 又宣布那个Sola 对不对 Sola就文本文就可以带出 那个整个视频 大家又疯了 说革命来了 革命来了 问题是他公布的 大概不到10分钟 这样就是革命 技术式 技术式革命 可是请问商机是什么 带来了商业的营收是什么 这搞不好你要很多年之后 你才会看到 对不对 那我认为这个汽车 全世界要挡中国 已经挡不住了 因为他去年整个出口 就490万辆 那已经 已经把日本都抛在后面了 而且他这个量 会增加得非常快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各种价位都有 对 所以未来你可以去想象 包括非洲 非洲人口有12亿 我们假设只要1%就好了 对 1%的中产阶级来买中国车 那不得了 就有1200万 是 对不对 市场好大 还有那个中东啊 东欧啊 还有巴尔干半岛啦 东南亚啦 你去看看人多少 还有俄罗斯 俄罗斯就最戏剧性了 2022年他跟中国买了16万辆车 去年变成90万辆 为什么会这样啦 当然他也被抵制了 可是就是他的性价比高嘛 CP值高啦 很高啦 比如说比亚迪 比亚迪最便宜的车 一辆是8万人民币 特斯拉根本比不上 那目前最高的是109万人民币 他的range这么大 这个就好像三星的手机嘛 是 那当然卖起来就是世界最多的 那你苹果手机就是做中上价位 没错 对不对 那特斯拉也是做中上价位 你当然会被冲击啦 可是特斯拉你如果降价 开始做中低价位的搞不好 你反而会变差喔 品牌就跌下来 对 你的品牌价值就会变少 所以我觉得用这样去比没有意思啦 因为你定位就是这样嘛 那比如说他也德国公司是警觉比较快 因为他前10大公司有4家是汽车公司 所以他就开始到中国做投资嘛 是 比如说宾市汽车啊 宾市汽车现在中国持股20% 中资啊 没有错啦 他不会变成中国公司啦 可是 你欧洲就说宾市啊 你不要去中国 搞太大 这有可能吗 那你去看那个 他最大的汽车集团叫福斯啦 是 VW VW在中国的市场占他的营收是35% 你叫他不要经营中国市场 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现实因素啦 那欧洲要面对 习近平召开了所谓的财经委员会会议 他说要导入像引导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还有消费品已就换新 主要原因说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 来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还有消费品的已就换新 连结生产力 包括消费啦 内贸跟外贸来增强所谓的产业核心力 那最近呢台积电在这个日本 要开场 那现在最近的情况呢 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说 持续要争取台积电来设第二座场 岸田文雄说台积电未来在 雄本设第二座场 日本政府会给予支持 看得出来日本政府呢 是蛮希望说 这个晶片也能够在他们国家 能够持续的生产 接下来大家看到是韩国的部分 韩国现在面临到一些两大困境 现在韩国媒体就建议说 收购所谓的AI公司 那包括了三星在2023年 所谓的获利暴跌 这不仅是三星的问题 也是所有南韩的问题 这是朝鲜日报所报道的 另外呢包括像是南韩企业 未来恐怕面临到边缘化的一些风险 所以南韩企业呢 应该赶快积极收购所谓的AI公司 那现在黄文勋就说 他说华为是一家好公司啊 美国限制中国的晶片的成本难度是增加的 他怎么说 他说华为是好公司 尽管他们受到现有半导体处理的技术跟限制 但他们仍然可以透过许多晶片 汇集在一起来建构非常强大的系统 那现在呢 也有外国媒体来专访这个黄文勋 他说那你会不会担心 美国限制会刺激中国推出更强的AI晶片 他说中国确实有很多竞争力很强的东西 现在包括了AI的机器人 也成为美中的新战场 我们来看到的是包括像亚马逊跟辉达 马下来抢供人型机器人 现在这个人型机器人呢 已经披露说 他们可以预估产值是达到了20亿美元 那这个首款的人型机器人呢 他主要会怎么样 会帮大家冲咖啡泡咖啡 而且完成倒咖啡的动作来造成 大家非常关注声明大噪 就连特斯拉的也现在投入所谓的人型机器人的一个发展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人型机器人 包括中国大陆 其实现在有天才少年 所谓的智慧君他发布了智能机器人远征A1 那售价呢在88万元以内 他会做什么 他不只会倒咖啡 他还会打蛋等等的这个样式呢 都难不倒他 各位观众 你现在透过画面上就会看到 他甚至呢还会倒水啊 打蛋等等 那现在呢透过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智原公司的联合创办人 智慧君呢他原本是华为的天才少年计划的成员之一 那转而成立所谓的智原机器人公司 现在是不是等于他也是华为培养所谓的AI专家 那接下来看到是这个Sora后面的科技焦虑 那现在呢包括了周宏伟 他也说这个中美的AI差距呢可能会在两年内追上 那只要追上的话呢可能是一旦方向确定的话 中国大陆的优势就是学行能力很快 所以在中美的AI技术上应该在一两年之内 就可以并驾齐驱的感觉了 那现在美国等于是不是有点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为英国媒体就透露麦克恩奇智库呢 为北京献策加剧所谓的中美关系 这个是金融时报所报道的 说美国的麦克恩奇智库呢 在2015年为了提升中国的技术实力 他曾经向北京提出所谓的61项的政策建议 其实这61项政策建议呢就是 希望中国能够巩固自己的一些相关产业 那当时呢也交给了包括了是时任总理李强 秩许呢是中国科技发展出所谓的机遇路线图 那成为中国十三五的规划核心 反而加剧了北京跟华盛顿的紧张关系 话回来先请教亮哥 亮哥怎么看现在包括了中美的晶片大战 接下来真的有可能像这个创办人所讲的 一两年就可以追上吗 没有啦他讲的是AI 晶片怎么可能呢 那个高阶的晶片 中国大陆今年是希望能够做出5奈米 5奈米 那还是距离台积电3奈米2奈米很远 是 那美国跟日本还要做1奈米 台积电也有想做 对 不过重点是这样 就是说高阶晶片在整个半导体的市场 它事实上占比不高啦 大部分都是成熟自成 是 成熟自成可能 我看是超过80%以上 那中国大陆在成熟自成的全球的市占率 我上次看到一个数字了 大概到了2027可能就会高达30% 三年后是都那么高了 对 那如果到了2030搞不好会到40% 因为这个就有点类似它这个汽车 它开始进入这个市场 它价格就要开始破坏 那很多人就会倒掉 事实上我们立即受到冲击 包括台积电 台积电的成熟 成熟自成的半导体 占它的营收一半 你不要以为台积电都是做高阶的 那更不要讲什么联电 世界先进 立基电 所以美国现在反而在担忧 就是说中国大陆如果在成熟自成 占比越来越高 那它会反过来用那个来搞 搞你美国 因为我们日常用的晶片 大部分都是成熟自成 甚至包括电动车都是 所以不知道 现在就是在比拼 可是你可以看到AI 人工智能在中国跟美国 它表现出来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美国厉害的是 有关数位文本的创造 比如说Chair的GPT 最近的Sora 这个是文本 包括影像 那可以让你迅速 可能在思考上可以有所增进 可是中国大陆不是 中国大陆是比较结合它的制造优势 所以是让各种制造业 导入AI 所以它的AI事实上 这方面搞不好领先美国 比如说我随便讲 比如说华为 华为就有做这个 在生产煤矿的大模型 那个也是AI 那中国现在采煤矿 它就用AI直接介入管理 所以其实两边不太一样 这个 那因为 美国的东西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 而且这个跟你个人有关 比如说Chair的GPT你会用 然后Sora我看了我也非常惊艳 因为我觉得我也也用得到 可是那种生产过程的AI 我们看不到 比较难接触到 你比较不会接触到 可是那个已经表现在中国大陆 各行各业 那那个也是一种优势 所以我是觉得 各有优势 可是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就是股票都先走 比如说我说NVIDIA就好 NVIDIA的去年的营收是609亿美元 它现在股市的市值是2兆美元 你看这个落差多大 它的本益比已经超过35了 那你如果还敢买 我当然没有意见 因为这个就有点类似当年网路刚起来 有很多本益比 我认为AI时代早晚会来 可是就是时机时间的问题 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 我们也有很多人买网路股 结果2000年就网路泡沫 事实上有很多人跟亚马逊 是做一样的事 可是做得太早 结果就倒掉了 亚马逊后来才起来 亚马逊他2000年的时候只在卖书 现在变成百货公司 所以有时候就是 看你怎么 时机点要对 可是也不要瞎起哄 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今年美国总统也要开始大选 那现在包括了 这个川普是不是选情大好 主场优势是不是海力没有了 包括了海力在南卡州的初选习败 那川普还发豪雨 他怎么说 他11月就要开除拜登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共和党的初选 在24号 在南卡罗那州举行 那目前川普的得票率是蛮高的 60% 力压在本命区的海力39 最快可能就在3月 就可以获得提名的情况 那川普当然 目前看起来情势大好 那说话呢 也跟着比较加油天簇一点 他说 这个11月5号 我们将对拜登说 你们被开除了 滚 讲话是蛮霸气的 那甚至呢 川普在影书当中呢 最近还模仿拜登迷路的样子 走路非常的缓慢 甚至还模仿拜登 左看看右看看 甚至还有点亮腔的感觉 好像这个角力不是很稳的样子 甚至还看人家旁边的幕僚说 有一起来笑感觉 一起笑拜 一起笑拜登的感觉 所以看出来 川普像是不是选情大好 可以不但可以这样讲话 还可以做这样子的动作 来嘲讽对手 那现在其实 美国的盟友是不是也很怕 川普当选 因为亚太经济架构的成员 现在担心 川普当选之后呢 会不会又退群的情况 包括由美日14个国家 所组成的印太经济架构 其中的四大资助之一的 供应链 24号协议生效 是全球有关供应链 首个跨国协议 为拜登政府主导的 IPEF的代表性成果 那现在他们也担心说 如果未来川普已经表明了 如果当选之后呢 另可会废除所谓的 TPP2号的IPEF 理由是因为他掏空了 美国制造业引发的失业 那这个也会使24号来启动的 所谓IPEF的协议呢 恐怕在他的回国之下呢 会顿时来做停顿的情况 那川普呢 届时恐怕会用杯葛的方式 来达成实质上的退出 那川普呢 强势剑指白宫呢 欧洲现在是能够承受 第二次的侵略情况呢 因为我们知道 川普讲话也是蛮硬的 他说主张美国优先 而鼓吹的美欧开打贸易战 他退出北约 要求日韩给美军更多的经费 甚至啊 率领美国要退出 80气候协定 退出TPP 甚至也要退出 伊朗的核协议 这都会对盟友产生影响 那现在包括了欧洲 其实很多人呢 都开始有点紧张了 包括了欧洲央行的行长呢 他就说 川普的胜选将对欧洲构成 明确的威胁 另外 比利时的首相也说 川普呢 使欧洲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 欧洲必须要准备好 独立自主 自立自强的感觉 那现在拜登是不是情况 真的是也蛮情况危急的样子 现在大选将至 联邦再度面临关门危机 两党的角力再起 联邦再度面临关门的危机 那两党的国会高层 都希望能够在期限之前 达成预算协议 那随着协商的空间呢 逐渐变小 政府将停摆不安的情绪 变得更加激烈 是本届在美国国会呢 次度发生关门的危机 那本届国会呢 一杯欲为是什么 最多办事效率最差的一届 甚至呢 现在拜登呢 在前两天 走进一家飞翼的餐厅的时候 要争取支持 但是他走路是比较缓慢的 就有点慢动作的感觉 各位观众 这不是我们在放慢动作 这是他真实的速度 那现在这段画面呢 也被美国的网友讨论 是不是拜登的年纪 真的是比较大一点 现在除了走路的情况 被讨论之外呢 这个连看小超 这个情况也被大家讨论 因为我们知道 拜登在演说当中呢 他不断会用读稿机来提醒自己 要该讲些什么 但是他在私人活动中 使用的小超呢 现在也引起一些 捐助者的担忧 因为他我们知道 他除了会用读稿机之外呢 私人活动当中 他会拿小超出来看 那这样拿小超出来看的一个做法 也引起大家担忧 是不是有点记不住 你要讲些什么样话的情况 甚至连拜登的爱选司令 现在也被逐出白宫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咬伤人至少24次 哇真的是太多了 拜登的爱选司令 履传出咬伤白宫特群的干员而出名 甚至还有官员匿名指出 拜登无法提供安全的工作场合 终于让司令被送出去领养了 其实在两年前就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两年前呢 2022年的时候 他也咬伤人 但是当时拜登没有及时处理 还要使其他官员谎声说 咬伤人是另外一只的牧羊犬叫少将 那这样的情况也引发大家关注说 那是不是白宫里面在因为这个司令 有吃案的感觉 现在也引发大家讨论 甚至他有说 他跳起来的高度 跟一般的官员的高度 就基本上是一样高的情况 那现在有民调分析说 拜登的支持率跌到38% 那主要的是哪些原因呢 包括了移民问题 还有中东局势将成为拜登的最大危机 这个是盖罗普的民调机构所显示的 拜登的支持率跌到38% 高达59%的受访者不认同拜登的工作表现 那也几乎跌到将近去年4月 10月11月历来最低的37%左右 回头来先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现在川普跟拜登的情况 拜登确实有年老 然后记忆不好 行动缓慢 等等问题 那民主党的支持者 比如说纽约时报 有一个很有名的专栏作家 叫X-Lock Klein 他也在发动联署 希望民主党召开大会 然后由大会来选 看谁要选 这个就是倒拜登的动作 可是这位 周南佳佳毕竟只有38岁 他能不能引发 民主党大咖出来联署 现在也不知道 有难度 因为现在还早 可是民主党如果真的要换人 我看5月就要搞定 不然后面就会要混乱 那这个确实有人在运作 有人在运作 比如说 你会常常看到这种镜头 就是有人在运作 说这个慢动作 走得很慢的画面 当然是这样 就有人故意去拍 自己人搞自己人 那为什么拜登 一点都不认为自己会输 因为川普今年要面对91个官司 那他们认为有很多 一审都会有罪 当然不会定验 可是一审会有罪 那如果他不断的出现 有罪的判决 比如说上一次纽约那个判决 要罚3.5亿美元 那多多少少就会上到 川普的中间选民 那因为他们 你盖洛普做拜登 只有38对不对 对 可是川普也高不到哪里去 所以两个人的差距其实不大 你不要以为川普民调很高 没有 是 而且 那个川普被判决之后 那个拜登甚至我还看到 跟川普的距离 从6%缩小到 2% 1% 还有打平手 拉近 所以我不认为民主党 会认为一定会输 倒是共和党这边在忧虑 比如说那个Nikki Haley 人考虑来到之后是他的本命区 还输 问题是他拿到39% 他拿到39% 那立刻就有人做了一个民调 结果支持Nikki Haley的人 有36% 说川普如果再被判有罪 他们不要投 拒投 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是没有用的 是有用的 那连华尔街日报 这个是比较亲共和党的报纸 都已经在放话了 说川普如果没有整合Nikki Haley 可能会输掉 兰卡州 来自内部的问题 不是因为Nikki Haley在兰卡州 他是关键的选民啊 本命区 这一周有酒票 你认为酒票做不重要 那Nikki Haley为什么一直在选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比如Desantis早就退了 那他为什么一直在选 美国总统候选人不断在选 表示一直有前进来 不然你怎么选得下去啊 对 他说他的目前的募款状况 可以选到7月底 是Nikki Haley自己讲的 而且Nikki Haley上个月的募款的金额 还超过川普 所以我跟你讲 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 就共和党有传统派 是 他们对川普是有意见的 那只是说 要逼川普做出什么样的妥协 那我认为他们可能会是要推 说你要搭Nikki Haley或搭谁 那基本上才有办法 反正两个人内部都有问题